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继续讲讲香港疫情的最新发展 我们的新闻短评 独立媒体的报导 小学及幼稚园周五前停货推出防疫抗疫基金5.0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早见记者公布了多项防疫措施 包括小学及幼稚园需要在星期五或之前暂停免售课堂 以及推出防疫抗疫基金5.0 林郑月娥在全篇开场发言 都是讲疫情的 指上星期收紧社交距离的措施 不再十级而上 而是立即採取最严厉的措施 提到Omicron引起的个案在全球仍然非常多 而在香港首宗个案是12月30日晚10点 又卫生防火中心公布 即是有一承忘日漏的个案 不足两个星期内 共有354宗确诊个案 其中312就是输入 40就是与输入有关的本地 日中就是有可能与输入有关的个案 即是白货公司 ASOGO兼职售货源 另外一中源头不明 即是理货源 林郑月娥形容情况令人担心 但是在忠心全力追踪之下 令到两中本尼源头不明的个案 其中一中可以追踪到有关联 即是白货公司兼职售货源 亦都在屯門的药房协助 而较早是在屯門确诊的工程师 曾到访该药房 他又指在检测病毒基因后 理货源的个案亦和输入有关 他说Omicron的传播力强 强的病症亦都不明显 政府采取这个促进促决策略 在疫情压下 就将疫情压下 他盘点政府的措施 包括持续追踪 和将物质接触者送去检疫 自12月底 就已经要求超过4000人去检疫 林郑月娥又指了40宗 本地个案有六成 就是26宗在检疫中心或医院 发现 另外他也表示 政府也加强检测和围风社区 合共已经检测92万人次 而安心出行 亦都每天发出超过1万个感染风险通知 林郑月娥又预告在星期五交代收紧1月20日到期的社交距离措施的情况 至至昨天接种率是74.7% 疫苗接种方面 林郑月娥就指接种疫苗后传播力较低 病毒量也较低 所以说话售科员和今天下午公布的三宗初步确诊全部都没有打针 2月24日落实的疫苗气泡方面 林郑月娥就指公布之后市民打针的意欲提高 好 自至昨天以接种第一针的比率上升至74.7% 而昨日接种第一针的数字是过2万 他提到如果去到2月24日打完第一针 就会多13%的接种率 整体接种率就会超过87% 他指政府持续增加接种点 并公布在月底增加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和街陷阶体育馆两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令到每个月可以接种的数目是增至超过130万人次 呼吁长者打针指70至79岁的接种率只有5成 而80以上只有2成 如果以60岁画线就尚有90万长者未接种 林郑月娥宣布 由即日起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即日筹 只会派发给60岁以上的人士 以及提供接种疫苗服务的卫生署长者健康中心 亦增至15间 每间中心每日可以打到2000针 将为5至11岁的学童打科兴 安劳院石方面 他也指已经要求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 加强度诊服务 令访访医生花多些时间去解释打针的好处 例如儿童接种方面 他宣布割展接种科兴疫苗的合资格税数 降到5岁 以学校为本 政府会派出以外展队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 他宣布全港幼稚园和小学 所以在星期五或之前 暂停面授课堂 直至农历新年假期结束 林郑月娥形容在这个艰难决定 明白对学生身心带来坏的影响 但指已出现多宗儿童确诊 这些个案分别是2个3岁和1个4岁的儿童 他们虽然不是在学校感染 但同学和老师因为属密接接触者 而需要送去检疫中心 这个是非常不理想 我们都不想看到 另外他提到社区仍然有隐形的传播链 而根据卫生防护中心指出 近月在学校也有爆发常呼吸度感染 其病征和Omicron非常接近 中学方面林郑月娥指现阶段会继续课堂 教育局在上周六曾经澄清现阶段会继续面授课堂 推出防疫抗疫基金5.0 林郑月娥有宣布推出第五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包括两个部分 分别是支援长期处于冻风状态的行业 例如旅行社 以及受上周公布措施影响的行业 例如食肆 据话在星期五公布 指防疫抗疫基金 结余还有40多亿 就够推5.0 如果不够就会向立法会再申请 派发金额方面会沿用第四轮的计算方法为蓝本 以食肆为例 将会以楼面面积计算补助 他提到由于第四轮是在长期关闭的厨所数十天 故今次金额会有不同 他感谢不少企业已经重启在家工作 但就说公务员经两年的经验 以及需要应付大量的防疫工作 要求他们在家工作对社会不利 他就指已经指示政府部门可安排不属于抗疫 核心工作的同事在家工作 不需要一刀切地宣布公务员在家工作 行政长官办公室助理署长传媒要继续 离职今早不再主持记者会 由行政长官助理私人秘书不止充接任 林郑月娥在开场市 就是要继续过去四年半的努力 祝他在新纲位的工作顺利 这个就是 独媒帮手总结了 今天林太开记者会所说的 几点 第一点就是 主要就是接种率 现在七成多都是 不是最低 相比某些国家 特别是美国那一类的国家 但也未到最高 那 是的 就是打针始终 就 打针不一定可以帮你不染 这个Omicron 是的 就专家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但是 打针就降低你的重病 sorry 打针除了降低重病之外 亦都 就是 减低病征或者减低病毒量 正如刚才他所说的 那 那 特别长者来说呢 就是免疫力本身较低 那 有打就好过没有打的 是的 是的 另外 是的 就 学生都 如果可以都被他打了 好像现在外国 虽然Omicron主要的对象都依然不是小孩 那 但例如香港都有小孩种 那 所以 好像外国那 尽量帮小孩打呢 都很应该的 那 最 然后 还有 那个 停货的安排 那 那 他 就 说 我会停货 那好像没有说得很实 是的 但是其实 呢 虽然就说 对身心 带来怀的影响 那 其实我觉得 只要家长肯努力的话 那 都基本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 但是 就要看看 现在的老板 是不是真的被 就是 那些家长是在家工作 或者 间中 就是可以 有办法 可以找到人去 去 帮那些小朋友 是 例如开zoom等等 的做法 因为 听说一下 那些小朋友去到现在 都不是很适应 那些安排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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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始终 如果上间学校 无端端要隔离 那 对其他老师 就是 老师的大人事少 但是 但是 大人都不舒服 何况 你说小朋友 就是 如果 假设有个四五岁中的 那 他幼稚园 幼稚园三至五岁 入去检疫中心 那怎么办呢 或者 就算你当小学生 小学生 六至十二 那 都是很小 六岁七岁那些 就是入去自己 都不会适应的 那 就算有家长在 陌生环境 可能三宝床 都睡不着几天 对了 所以 停课可能会 是一个对他们 挺好的安排 那 至于 对了 重申 这个中学暂时 是不会停课的 对了 那 我想 中学生 应该 都可以自己 真的戴好 口罩 特别香港的口罩 来说 Quality都应该不错 那 如果他们真的肯 戴好的话 就是真的 不要到处 吃东西 聊天 除了口罩 乱临吃东西 带回的话 应该没问题 那 防疫抗疫基金 就 这个 对不同的业界 都是一件好事 叫做 对了 特别是 可以知道 就 对了 食肆 刚刚接近新年 就停了 不知道新年 能不能开 那 有钱派下 也好 另外 旅行社 就 缺了两年 前排搞本地行 就翻新了一段 但是 因为疫情再爆 都没得再本地油 嗯 嗯 呃 看就都看他们不要收拾 是不是 那希望疫情之后 都还可以去旅行 那 所以 有得派就叫 吊住条命 不过 不知道他们 撑到多久了 希望 他们可以捱到 这一关 对了 那 最后呢 公务员暂时没有 所谓没有一刀切 在家工作 那其实应该 都安排了很多 特别 那些 做文职 那些 我猜都应该是 就是 普通文职 不是抗疫有关 正如他所说 普通文职 都应该把他推回家了 嗯 对了 少些人出街 上班下班 这样 特别Omicron 传染这么容易 少些人搭地铁 搭巴士都安全 对了 那我们今天 大概 总结到这里 对了 多谢大家收听一下 再见